温馨的五月,新街国小举办庆祝母亲节活动 现场活动热闹缤 由宏达议员表示,五月属于妈妈的季节 这是值得庆祝的节日 母亲节,温馨五月 我们新街国小今天来隆重举办 为所有的女性妈妈朋友们来庆祝母亲节 由我们新街国小的同学、小朋友 大家来关怀妈妈 在这一天,因为妈妈的节日 特别值得来共同庆祝 当然怀胎十月生下小孩之后的福育 我们大家都知道,实在真的辛苦 当然在这一天伟大的日子 我们温馨的活动 在新街国小相学馆 由校长来带领大家 共同来庆祝妈妈的节日 校长林家梅表示 活动中透过学生奉茶及母亲节卡片给妈妈 从中教导学会知福、习福、感恩及回馈 今天由各班级准备精彩的节目 那还有我们最压走的是我们的奉茶 小朋友呢 由每一位小朋友精心制作母亲节卡片 上面呢写着感谢妈妈 感谢家人的话 我们由小朋友双手奉上卡片 还有奉上茶以及蛋糕 在这个典礼当中呢 我们希望小朋友学会 呃 知福、习福、感恩还有回馈 现议员莱言学表示 借由校长的用心 参与的家长出席率达到九成 与子女一起开心过母亲节 她也勉励所有为人子女者 要懂得及时行效 看到我们林家梅校长相当的用心 今天所有的家长参与度 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 那么每一位小朋友们 非常的开心跟活泼 设计了多元的活动 要来为我们的母亲做庆祝 同时呢 叶雪在这边勉励我们的每一位小朋友 都要把握及时的行效 我想不止在母亲节这一天 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要扮演好 乖宝宝 就是对母亲最好的回报 现场非常的热闹 每一位小朋友呢 都组着不同的一个团队 不同的表演的方式 上台表演 小朋友在学校里面 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那么也学得非常的多元 新街国小举办的母亲节活动内容 及表演十分精彩丰富 透过母亲节卡上的文字 表达对母亲的爱意 县议员由宏达及赖燕选议员 都祝福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